主料,黄油120克,鸡蛋2个,中筋面粉100克,可可粉15克,辅料,细砂糖120克,核糖30克,精盐1克,香草酒树滴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黄油软化后加糖,简单均匀,鸡蛋打散备用,三次把鸡蛋打入黄油中,一直慢慢的把所有的鸡蛋都加糖。 黄油成柔软顺滑的糊状,煞入撑好的可可粉,粘粉,再倒入香草酒和核桃碎,用刮刀翻拌均匀,然后倒入模具,轻壳模具震出内部的气体,把拌好的面糊放预热180度烤箱内,烤25分钟,取出晾凉后切片即可,烹饪技巧,烹饪技巧。 黄油一定要软化到糊状,就是非常软的状态,手指轻松能动动,二把鸡蛋加入到黄油,总是每次加的量一定要少,每次脚打均匀后再加。 三,模具内部最好先刷一层油防粘,这样做好后比较好取出。 四,取出后可以及时,口感外粗嫩软,或者晾晾后再切片,口感是扎实类似棒蛋糕的那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